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遲到好過沒到,拖到8月 終於跟大家分享我手上的防曬產品 去年我也有拍過防曬片 挺喜歡這個形式,所以今年會繼續沿用 上半部分就是跟大家說一下產品的質地 我的用後感 然後下半部分直接出去實測 與其拿著告訴你我覺得的防曬效果是怎樣 倒不如大家一起去見證 手上有10支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上年覺得很好用的防曬 今年不是沒用,只不過是太多 放不到在影片裡,不想重複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這10支防曬的用後感 然後他們的防曬功效是怎樣的 就不要錯過了 這就是今天會提及到的十位佳麗 他們全部防曬數都有SPF50或50 因為打算公平一點,我就沒有拿到SPF30或SPF35出來 一起去比較 我會將這10支分成幾個類別 例如是塗出來沒有橫色 然後這3支是有潤色的效果 這兩支都是比較水狀 要搖的那種 還有這個就是標榜海洋友善 我們不如由無色的防曬開始說起 今年我用得最久和最多就是BGLAND的這支 長厚防曬水潤肌精華 價錢是309元,有60g 我會形容它為一個精華雨液 我先等一會 差不多用完了 因為你看到白色 好像很害怕,怕泛白 但它推開會變成水感和透明 看到有一股保濕的感覺嗎 我用得最久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之前和他們合作 我要試用一陣子自己真的喜歡才會拍合作影片 所以現在可以拍胸口告訴大家 這個我真的覺得好用 作為乾肌,我喜歡它的保濕感 有一點滋潤感 可以代替雨液再加上防曬兩個步驟 直接塗完保濕精華就可以用它了 它會像一個皮膚保濕感 全天都不會慢慢的 但不是那種 塗完之後沒有東西在上面 就可能要找其他防曬了 講到精華防曬 不如講到Ipsa的全校修護防曬精華日霜 它的價錢是330元,30ml 比起BGLAND是相對流質一點 你會看到是有流動性 然後推開的時候,差不多都是很輕身 我會形容它為一個平均值很高的防曬 除了少少貴之外,應該大家都會喜歡它 因為它很清爽,很輕飄飄,完全無感的 但作為乾肌,我又不覺得它會扯乾皮膚 有適當的保濕感 所以這個應該是乾肌、中性肌膚 混合性有少少偏油的話 都可以用得到 你有預算的話,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之後是來自韓國醫美品牌 我不是很懂讀的 Dr. Serico 它是50ml的 應該大約$200左右 我再幫大家檢查 比較偏向水感型的 你看到,很輕身 真的一推開就會化成水狀那種 它有淡淡的香味 推開是水的保濕感 跟剛才兩種不同 它是沒有塗護膚品的感覺 很輕身,沒有負擔感 然後不是完全清爽 有少少,少少會覺得自己有塗了東西 但我喜歡它的地方 就是如果我去戶外活動 不需要全日有美容精華 或者要修護的感覺 用它是很輕身的 但它不可以保濕感維持到全日 我想在冷氣的地方 它去到大半天 對我這個乾肌來說就差不多了 下一個就是23.5M 不畏限制 米碎舒緩水感防曬雨 價錢是235.40M 這個是最新收到的 讓大家參考一下我的初步用後感 它算是很流質的 然後剛剛推開看到有少少白色 不需要擔心 推均勻之後就會變回透明了 第一印象我對它是一般的 大家聽聽一下 它是裡面比較流質 所以不應該用這種包裝 一打開出來 完全不需要用任何的力 它已經不斷滴出來 所以在用的時候 有少少的瘋狂 而且它關好了 我用過兩三次而已 真的初步用後感 它是絕手 所以這個真的要有待觀察 但是我覺得有很多的防曬 初步用後感 第一次用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很喜歡 這個我想要再給它多一會兒機會 用在身體的時候 因為它滴到我周圍 它都沒有黏的 只不過你會知道自己有塗到一層東西在上面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它需要時間吸收 不是一推開就立即設好那種 我對這個印象也是一般的 而另一款我覺得有少少相似的 就是手上Caudery的葡萄紙 全效輕透抗氧防曬雨 這個是210元40ml 包裝方面要讚一讚 尖嘴容易控制很多 然後跟剛才的質地真的很相似 又是推開之後很輕 有少少的油感 它是今天唯一有說明海洋有線的防曬 來自我很喜歡的牌子Caudery 他們的粉紅色保濕系列 一直都推薦大家 但是這個我真的一般 最致命傷是它的味道 的確不討好 有少少趕走我 還有它的質地 推開的確是很流質 很輕身 不過它有油膩感 有一種防曬油的感覺 不是我日常喜歡的防曬質地 不是中正了我的喜好 所以平時我化妝的時候不會用它 平日的時候也不會用它 唯一就是下水的時候 我真的會選擇一個海洋有線的 我不想做殺死珊瑚的兇手 那我就會用它 但是我很多時候下水都是素顏的 不化妝的 以及不是好care的 因為我走出去就是沙灘 這個是雪肌精的UV Defense Milk 價錢是155.50ml 它就是我們比較偏傳統擠出來的白色防曬 然後推開它也是透明的 不需要擔心 不會有泛白的感覺 我覺得它有一點雞辣 因為質地它真的是傳統防曬 那種有層油膩的感覺 如果用在臉上 我會更加喜歡它們的Defense Tone Up 之前是不是Gets Ready With Me的影片 有用過的 雖然防曬係數是30還是35 沒有這個50那麼高 但是用在臉上的舒適程度是比它好 然後用在身上的話 我又喜歡它們的一支妝 擠出來很好玩 這個我以為是噴霧霧特別 不是的 它是泡泡來的 然後呢 好棒啊 我很喜歡 我用在身上是完全沒有敏感 然後我是為了它的質地 質感和有趣的程度 我經常性去塗真體防曬 看到我這麼黑就知道我本身不喜歡的了 為了這個 真的很棒 下一個輪到B.O 極水感防曬液 價錢大約120元70ml 然後質地呢 大家都看到了 非常非常之柔質的 然後推開的時候 它一樣都是沒有太泛白的 好像有一點點 我用在身上 試一試 我記得它是沒有的 對 推得開的時候沒有的 不知道可能剛才太多的份量吧 這種防曬我本身是不喜歡塗在臉上的 雖然它真的做到它說的極水感 但是作為一個乾肌呢 我會喜歡保濕感強一點 塗出來像乳液 這支Skin Care的感覺的防曬 它塗在身上是OK的 夠薄 然後不會黏黏黏 不會油膩 之後呢 很輕盈 很沒有負擔感的 但是當它塗在臉上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的保濕感 都是不夠 去到半天的時候 沒有去到扯乾 慢慢緊 但是呢 我就會覺得 嗯 我有點乾了 我需要想想什麼方法 再加一些保濕的感覺 這個是SY的天然艾草控油純物理防曬 價錢是150元50秒 說起物理防曬 其實都會猜到的 它是偏白的 然後推開 我覺得是會提亮 或者是泛白 就要看看你的膚色 因為我實在太黑了 所以這樣對比起來 你會覺得泛白 但是呢 如果我是在手掌這裡 比較白的地方 把它推開 你不會覺得它很白的 所以呢 我想正常一般人的皮膚 是用到的 只不過 可能去到我這麼黑 一些比較健康膚色的話 就要留意 再試一下 以物理防曬來說 它是舒服的 不會乾 不會焗著皮膚 亦都不會有負擔 但是它不算是完全清爽的 而且剛剛一推開 它是有少少承磨感的 要設定好之後 它才會消失這層膜在上面 如果你問我的缺點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它給不到那種皮膚保濕感 依然都是這個點 是我自己挺在乎的 物理防曬還有它 EMPLUR EMPLUR 它們的粉嫩涼膚物理防曬穴 價錢是420元30ml 給大家看看它的質地 它是偏向少少粉膚色的 然後推開的時候 就會有調色提亮的效果 跟我之前所說的一樣 跟回膚色 但是它比起剛才的SSY 是比較自然的 沒有那麼白的感覺 我自己是很喜歡它們另一款防曬 叫做換白亮膚三效防曬穴 是很經典 應該很多人都是Top 1 所以今年它們推出了這個的時候 我都很期待 期望值是上升到100 我用起來的確是很清爽 以物理防曬來說 它可以做到這個質地 我真的要為它鼓掌 只不過有一個小小小小的缺點 就是它過了大約5個小時左右 在我面上 一個乾肌的面上 它會有一種拉扯乾的感覺 這個位置真的是扣了分 如果你是油肌的話 油肌會喜歡它 如果跟我一樣是乾肌的話 我覺得它太過清爽了 清爽過頭 最後一支就是來自這陣子 合作影片 Dormal Home Wrinkle UV Dress Cream 價錢是5000日圓 它們對回匯率 現在大約是280多元25g 它是今天所說的 這麼多款防曬之中最滋潤的 你會看到質地是比較挺身 然後推開 這裡份量應該太多 它是淺膚色的 然後呢 因為我是健康膚色 在影片中也有說 如果是正常膚色 它基本上是可以做粉底的效果 有遮瑕度 還有有潤色的效果 但是對於我來說 它就太淺色了 它推開之後不會太厚重 但是的而且確 不是太適合現在這個天氣 在戶外的時候用 以一個乾肌的朋友來說 我喜歡它的收穫力 我喜歡它的滋潤度 我喜歡它有一種Skin Care的感覺 但是呢 就要看需要是伏 看看你是否在追求這件事 手頭上10款的防曬就介紹完了 希望我的用後感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 現在交給外景組 我自己都很好奇 全部SPF50 50加的防曬 用起來 它們的防曬功效 有沒有很明顯的分別 不會很長的 因為之前說了很多 一個簡單的實驗 但是應該可以給大家更多的參考 早晨 今天就會做防曬測試 這裡已經貼了一張貼紙 總共有10架的 待會我會塗不同的防曬在不同的格格裡面 第一樣大家可以看到的東西 就是防曬在皮膚上呈現的分別 基本上這一邊都是透明的 然後這裡 雪肌精有一點點提亮效果 這三個有潤色效果的 你都可以看到的 最後多摩胸Rinkle 它是明顯一個膚色 行山三人組有誰呢 Chopper 哇 你等媽媽嗎 對了 有Chopper 還有我媽媽 有不行啦 哈哈哈哈 是不是啊 我都說叫你不要出來的 你又死掉跟著 每一年這個企劃 我都覺得自己是捉蟲 好辛苦啊 我不可以找陰天的日子行山 一定要找陽光充沛 然後自己站在下面捕了 還不知道他們 是不是真的檢查到 我盡力的啦 這裡 這隻小狗投降 要抱抱了 是不是啊 不走啦 是不是啊 好啦 媽媽抱你一會兒好不好 本來呢 我打算 圓這個位置 這樣下去 黑角石那裡 拍照 然後拍給大家看 但是 這裡好像有點危險 我戴著 它 這裡 要拔著繩 我要抱著它 揹著袋 拿著相機 是有點難度的 所以 算了 下次再拍給大家看 哇 你走得這麼快啊 回家的路 剛才你不是這樣的 其實 她要去鼠音 不行了 是不是啊 終於曬陽回到家了 我不補妝了 很累啊 給大家看看 今天 曬不曬 我全身這裡 沒有塗過防曬 看看有沒有背心印 有 成功的 有少少的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看看 這一堆的防曬 它的功效是怎樣 明顯看到貼紙 貼著一個個框 現在我會先下了些防曬 我用下妝水 希望可以下到防曬 但是下不到眼線 驗收時間 大家應該看到外面框框的格子 我跟媽媽 都覺得 Bio這個位置 是曬得最黑的 最明顯的 然後 我覺得多摩胸 都會變黑 但是媽媽就說 不是很明顯 我跟她看的角度不同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 其他那些 都好像差不多 我給多些不同的角度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始終今天全部都是SPF50 或者50加 所以分別不算很明顯 但是你會發現 全部都有曬黑少少的 可能因為我沒有補防曬吧 特地去完三個多小時 就是得出這個結論 希望這段影片 真的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全部的防曬 我自己用下來的感受 我的容後感 它們的防曬效果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給個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到三 星期日下午12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